這個在動了 應該這個有 這個有動一下 這次真的有動 他拍A片都靠你耶 A片還是A片 A片 A片 昨天你跟我爸講說 我明天大概八點前要到 因為要舒嬅 衣服要比較髒 我說八點前要到 那你要幹嘛 工作 有沒有啊 孕婦寫真啊 孕婦寫真 從事孕婦寫真 孕婦寫真 孕婦還拍寫真 然後我們今天目標 是要讓這位已經沈睡中的 沈睡中的 大法變身成韓國歐爸 是 預產期十一月底的 柔柔拖著老公余祥淳 來拍紀念寫真 我要走進去了 對啊 我這個道具 我這個道具在休息 與祥淳似乎有八百個不願意 但仍認真配合愛妻圓夢 我好像看到來頭 對對對 腳在往前 她是來頭還是我 你的 她是來頭 要拉一下 柔柔跟祥淳非常好拍 因為他們兩個是真的很有愛 然後有cue一些他們兩個在玩的動作 也都是可以就是看得出來很漂亮就是這個風格 對 我們有cue一些就是打她的風格 我們有cue一些做爸爸 然後祥淳就說 他之前每次揉揉只要看韓劇 就會愛上那個韓劇男主角 所以我想說好 我們這次就要幫祥淳打造韓國歐爸的風格 我昨天跟我爸講說 欸我明天 我明天大概八點前要到 因為要舒嬅 運婦要比較早 我說八點前要到 妳要幹嘛 工作 他說沒有啊 孕婦寫真啊 孕婦寫真 從事孕婦寫真 孕婦還拍寫真 因為他們 他們的年代好像沒有拍孕婦寫真 他說從事孕婦寫真 他從事孕婦寫真 拍什麼孕婦寫真 他怎麼叫我躺 躺啊 躺著睡啊 他哪裡累啊 他到底起來興奮說 走囉 快點要出門囉 然後他昨天晚上還特別提醒我說 還沒有到時間 不准叫我起床 你全部用好在叫我 我說我不用弄嘛 我不用弄 我就可以走了嘛 他要在那裡 小兩口把握孕婦 可以上飛機的底線 稍早去了一趟香港玩 誰知道太盡興了 竟玩出病來回家發高燒 我就主張說要去醫院 然後他說 然後他就上網查 我跟你講 上網真的有些年輕人 不要上網查的東西 他查還跟我講說 居然沒用啊 不能吃藥 也不能打點滴啊 他說發到39度40度耶 那個小孩在裡面 會燒到頭腦都壞掉耶 我爸媽 我媽進來都直接哭耶 變白癡怎麼辦 你這樣再吃 我現在白癡了 好 醫生是說那個白血球就偏高 可能就是身體有發炎 打點滴然後吃了客流感 十二三天 三天 醫生問他說 你這樣子的狀態 你要不要住醫院 不要不要不要 畢竟這個七月 我才不想要住醫院 我也嚇到 我不要住醫院 嚇死了 三立娛樂新聞 歐麵豆腐報導